大家好 歡迎收看頭家開箱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Chris 現代人普通都會有這個 頭髮異常掉落啊 甚至頭髮稀疏的問題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的邀請到 養髮的這個專家 劉少懿劉醫師 以及我們法立民的產品行銷經理 曾經理 來為大家做介紹 那我想請教劉醫師的第一個問題是說 是不是我們年紀越大啊 我們的髮量就會越少 像我們知道說 男生有一個明顯的遺傳掉落 就是因為男性荷爾蒙 它累積會對髮根造成損傷 造成髮根的一個受傷跟萎縮 當然我們不能把全部的因素歸在荷爾蒙 像現在生活習慣 壓力 疲勞 緊張 常常這些油炸辣的刺激的 會造成頭皮的不穩定 出油發炎 也是掉落的一個原因之一 像很多年輕人他提早掉落的情況 都是因為頭皮的進行情況不佳 產生生理性的掉落 那醫生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解說一下 平常我們怎麼樣去照顧我們的頭髮呢 毛髮的生命中心就是一個毛囊 像植物的種子 如果要給它適當的空氣 陽光 水 它就活化起來 就會長出健康的一個作物出來 像毛髮也是 我們要給毛囊平衡的荷爾蒙 那個癢好的循環 還有充滿的養分 那個毛囊就會活化就會生長 所以毛囊居然萎縮了 只要給它適當的一個活力 它有可能再護眼回來 像我會擔心就是說我們家族可能因為荷爾蒙遺傳啊 會有這個掉髮的危機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觀眾朋友說明一下呢 荷爾蒙是細胞生命的權源 它帶也是頭髮生長一個重要的一個元素 像我們知道說 生長激素跟腳上腺素會幫助跑根生長 是 可是這邊男生女生都有當然的一個 熊激素跟刺激素 熊激素對跑根是一個損傷的 它會慢慢的傷害髮根讓毛毛萎縮 所以一旦女生如果說 跟離奇之後或是產後或是激進之後 荷爾蒙屬於一個減少低水平的情況 沒錯 這樣熊激素的傷害就會出來 我們也建議說我們的民眾可以嘗試一下 使用說還有那個聚種類成分的涼化產品 是 因為它有類似那個熊性激素的一個成分 它可以包裹保護毛囊 減少說我們本身熊激素對毛根的一個損傷 那我是不是可以請劉醫師幫我檢查一下 我的頭皮是不是很緊繃呢 是 我們會檢查說那個最頂端和頭皮的一個彈性 OK啦 因為主持人的頭皮軟硬程度適中 算一個健康的頭皮 OK 所以我說OK了就對了 是是是 太棒了 頭皮一般的那個硬度 應該像哈密瓜一樣 就是軟重帶硬 肉像西瓜一樣硬棒棒 對法根照顏擠壓 循環不良 法根就見到萎縮的情況 一般就提倡說按摩頭皮 梳頭的器官或拍打頭皮 幫助血液循環 加一些生薑 辣椒 還有多量卡外因成分的護髮產品 因為卡外因可以幫助那個循環擴張 讓法根得到充足的養分 是 那可以把代謝產生的一個有害物質 把它運送掉 這樣等於說幫助法根的活化 剛剛聽完劉醫師非常詳細的介紹 那我想在日常生活當中 是不是有一些產品可以讓我們去做使用 這部分我想可能請這個 曾經理 來為我們觀眾朋友說明一下 除了剛剛提到那兩支養髮液 對 來改善我們的荷爾蒙 然後調節循環之外 其實我們頭髮一開始長出來 其實只是細毛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讓它成長茁壯 那我們頭髮蛋白質是組成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我們一定要搭配使用藍頭髮跟滋養噴劑 來讓它強健它的毛囊 那我們頭髮生長分的三者中期 活化增生跟成長期 那一般都大概需要大概使用六到八個月的時間 才效果會比較好 嗯哼 除了剛剛使用那三支養髮噴劑之外 還要特別介紹我們的其他產品 因為其實我們法利民有開發一系列的養護產品 那特別介紹像這一支很熱銷的 咖啡因蜂瓶洗髮精 它可以改善循環 它是一支每一個人都可以用的洗髮精 那洗後之後會達到蓬鬆蜂瓶的效果 那這個湧完之後呢 然後頭髮吹乾之後可以使用這一支三茶花潤澤淨化 那擦在髮尾處它可以修復我們的毛皂 然後讓頭髮好疏離 其實頭髮要長出來就像農夫在耕田一樣 他必須要不值得辛勞 而且持續的進行 是不是劉醫師來跟我們說明一下整個養髮的過程呢 一開始是要活化毛根 讓毛皂可以長出來 不過可以長細毛 三四個月大家很高興 哇那個細毛重生了 太高興 還不能高興得太早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細毛它毛根不管是容易掉的 所以要讓那個毛根持續成熟成長 一般我們東方人一個毛孔可以長出三根毛髮 到這樣的一個質量 才算是治療成功 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投資家開箱 我是主持人Chris 如果大家對於今天的產品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可以掃描我們螢幕上的QR Code 再次感謝我們的劉醫師以及曾經理 投家開箱等你來開箱 我們下次見 掰掰